好 麻煩你看這個900是哪裡 什麼黑黑的地方 你這樣子講人家會害羞耶 哪裡 圖線的地方啊 所以圖線有幾塊 所以注意看這邊圖線是這裡 這裡 還有這裡 看得懂 好我這邊要仔細一點 這裡 這裡 還有這裡 還有這裡 你們在看啊 所以這三塊 這三塊總共是多少 900 900 900 聽得懂嗎 那你們發現900是這三怪 這三塊就是奇形怪狀啊 所以這900根本不能去找出 這三塊的任何東西沒有辦法 聽得懂 你可以找出 喔老師我知道這個底了 我可以去找它的高嗎 不行 因為這個900是屬於你們三個的 懂不懂 懂不懂 懂齁 那你注意看這邊 看這邊 這裡真的如果沒有 沒有提示你 這個 好去想 這裡有沒有發現一個提醒 那提醒畫對角線會怎麼樣 提醒畫對角線會怎麼樣 上下像是左右 相等 所以左右相等 所以我要把左邊這一塊 換位置 換到右邊去 所以換到這裡來了 換到這裡來了 換到這裡來了 看得懂嗎 所以現在的900變成是哪裡了 現在900變成是哪裡了 現在900變成是哪裡了 左邊換右邊了吧 所以現在的900就變成是 現在900變成是哪裡了 是這裡了 是這裡了 那看得懂看不懂 看得懂齁 看得懂 那我再請問你 長方形你會不會算 那長方形就是平行四邊形的一種 所以當你這樣子一切下去之後呢 一切下去一條 兩塊啊 所以長方形 長方形的面積有沒有算 哪 五十三十 五十三十 五十三十等於 等於一千 五百 那一條兩塊 所以初二等於 七八五十是哪裡 這兩塊 是長方形 切一半 長方形 切一半 長方形 切一半 長方形 你切一半 請問那最後問你 ABC這塊的你會不會做 九百 九百怎樣 最大一點 算完就夠 就這麼簡單 好所以這題不難 來課本合起來 講完待會跟你寫 來 來看這四個 好 把這個切成四塊 切成四個小盒子 那每個小盒子的鞭長都多少 每個小盒子的鞭長都是 都是十 那這有問題 會不會 好再來再來 這裡也是一樣 切開切開 幾個盒子 四個小盒子 邊長都是 十 再來這裡切開 這裡切開 幾個小盒子 四個小盒子 每個邊長都是 十 再來這裡切開 這裡切開 幾個小盒子 每個邊長都是 十 會不會了 你有沒有發現 四個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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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盒子都一樣 都一樣 每一個盒子裡面都 都圖什麼 都圖一個飛鏢 有沒有 那我請問你 這個飛鏢跟這個飛鏢 有沒有一樣 盒子一樣 而且也是飛鏢 盒子一樣又是飛鏢 盒子一樣又是飛鏢 這裡也是飛鏢 再來 這裡盒子裡面 圖一個飛鏢 這裡也是一個盒子 圖一個飛鏢 這裡也是同一個盒子 圖一個飛鏢 這裡邊長都是十 也是一個飛鏢 會不會了 再來 那這三呢 這塊跟這塊有沒有一樣 跟這塊 跟這塊 有阿 都是一樣的飛鏢阿 都是盒子減三子阿 會不會 會不會 阿所以這 第四塊跟這裡 跟這塊一樣 跟 這塊一樣 跟 這塊一樣 所以這四個是 一樣的 會不會了 會厚 好 再來 再來 講完再 再翻 待會再做才會快 來 請看 我還全部都不共比 我用心算 我全部用心算 用多少 那 所以呢 葉子飛鏢各 一半 葉子飛鏢各 一半 那 盒子裝葉子再對折 四等分 盒子裝葉子 盒子 葉子 再對折 四等分 那是三的時候 三的時候是這樣子 總統 盒子 記起來 葉子飛鏢 葉子飛鏢 葉子飛鏢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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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所以三的時候 三的時候 葉子飛鏢各一半 盒子裝葉子 再對折 四等分 會不會 那請問你一件事情 你已經算出來了 我把這裡 我先描一個盒子出來 我先在這裡 描一個盒子 這裡已經佔一半了 那請問你了 這個可 盒子裝葉子 是不是再對折 等於四等分 所以這 盒子裝葉子 再對折 四等分 那就是這半片 懂不懂 四等分 四等分 半片就飛鏢了 會不會了 所以我就把 我就把 一塊 醬成 半片葉子 放過來 這個飛鏢 轉個方向 放 補進去 最後變成一個 正方形 算完 六六 三十六 會不會了 會吧 會不會了 這不是很快喔 再來 待會你要畫圖喔 好 再來 下一題 先算 算完 多大 九十六 你們怎麼算 蛤 怎麼算 哪個移過去 哪裡有半圓啊 你是歐別人說的 蛤 哪裡有半圓 這個 好 所以先動這個扇子 這扇子幹嘛 移過去 到那裡 所以你把這一塊 補進去這裡喔 所以咧 這方形 六十四 再來咧 把這個移過來喔 移過來 然後咧 為什麼八十八除優 為什麼八成八除優 為什麼八成八除優 你成高 除了就好啦 不然就是正方形 切一半也可以啊 會不會了 我呢 我是怎麼做 如果我是怎麼做 你們這方法可以就是最後拼來拼去 會變成一個正方形跟一個三角形 對不對 我的方法是這樣子 來 注意看了 半片切下來 就到這裡 好 放到這個位置 好 這半片 這個位置 那不就出現三個三角形 那一個不是底層高 除了 不是三十二 三十二乘以三九六 會不會了 兩個都可以啦 會後 好 課題 你沒問題 再看 開題 來 恭喜你了 好算了 為什麼好算 因為圓周六 用三的時候都很簡單啦 三的時候就各一半各一半 Yes再一半 兩個飛鏢也一半 懂不懂 再對折士等份 懂不懂 懂好 所以咧 盒子 裝葉子 再對折士等份 盒子 裝葉子 再對折士等份 盒子 裝葉子 再對折士等份 你能不能來這裡啊 你能不能來這裡啊 那不就是四份裡面的三份 阿所以呢 盒子 盒子 再補一次 再補一次 四等份 再補一次 再拼三等份 會不會了 會喔 再來 再來 什麼東西 不管啊 你懂得就好 來 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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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摔馬上 請摔馬上知道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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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個一樣的盒子 再來呢 他變成 半片 對 他 他 嘿 飛鏢 剛好一個盒子 339 不會 不會啦 不會啦 會齁 好 再看 再來是3014的吧 又是3 來 新算 簡單 有 有 好 不講 跟剛那一題很像 算完 我 不然 這我表演說的 你 你講什麼東西 我躺螃蟹 幹嘛用到躺螃蟹 每次都跟你講 看到葉子 葉子一定要 盒子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先切開啦 這盒子多少 邊長 邊長 好 盒子裝葉子 葉子佔一半 盒子 算出來嗎 裝葉子佔一半嘛 所以除以 二嘛 還幾片 阿不是會採一四 這樣不就好了 那這個除掉 這個除掉不是變二 五二數二數 成這樣不是五十 多快啊 會不會了 所以盒子裝葉子 葉子佔一半啦 再來 簡單 一樣 先切 盒子 千萬盒子 會發 才會出現飛鏢 變半片 所以 盒子的一半嘛 五二數 二數除二 十二點五 收工 再來 下一題 下一題 喔這一題 心酸 中間是一塊簡單 邊長這邊長 所以 再來 這四塊簡單 正方形 所以 四 四加四等於 八 下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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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三 簡單了 來 切開 描出來 描出來 盒子出現了 半片葉子出現了 怎麼那麼快 盒子裝葉子再對折 四等份 所以這 剛好 好 懂不懂了 懂 好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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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那裡呢 一樣 多少 一百 對 一百 知道為什麼嗎 oding 鋼 要走 幾年 出現 要或者是 夜神 再來咧 這一塊 換片 換位子順固 不不會太快 不會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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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一塊先送給我 送完 簡單到幫 我都不會找盒子 沒什麼病假 先找盒子 先找盒子 盒子多少? 這裡畫上去嘛 這裡畫上去不就出現一個盒子了 那盒子裝葉子再對折四等份 就這麼簡單啦 所以這一片 這半片怎麼算? 6 算盒子啦 除四就好了啦 再對折四等份啦 會不會啦 好,再來換這裡 這一塊呢 一樣先算盒子啦 然後勒 就這麼簡單嘛 不會 最後兩個再相關 再看下一體 欸,這體剛剛好像出現過了 這體好像出現過了 一樣,你不先找盒子難算 你不先找盒子難算 你不先找盒子難算 好,盒子出現了 再來呢 裝葉子 畫出來 所以你要先找這 大的半片 大的半片 然後再扣掉這兩片 小的盒起來變整片 會不會了 會齁 好 這剛剛講過了 不講 再來 這體更簡單 切出幾個盒子 切出幾個盒子 切幾個盒子 問你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切拆 你會發現這一片可以放 放 所以最後就是算這一大片就好了 那你不要扇子撿三角喔 你不要用扇子 撿這個三角形 不要用扇子 撿這個三角形 會不會了 所以是就出來了 來,再來 立即 簡單 注意看喔 看我怎麼切喔 一樣都是先找盒子啦 不知道會不會 還有一個方法 再 再來 好 這塊 一 不會難啦 用 方形 這方 差方形剪掉 半圓形這樣就好了 會不會了 還有一個方法 怎麼會不會 寫下去之後 阿姨到這裡來 恭喜你啦 怎麼又說要算了是吧 會不會了 會齁 這 這裡 好 好 這裡 換位置 翻篇 這裡 換這裡 這裡 飛鏢一翻 這不是飛鏢 那你在對折啊 對折 左邊的 右邊到這裡來 所以最後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 就是整個正方形 對折 之後 算這裡 對折 沒了 收工 全部寫完